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今天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12月21号 最高温度1度 最低温度零下2度 再过几天 今天星期二 周六 三四五六 三四天 就在圣诞节了 如果说圣诞节 是西方一个最重要的节日 但是很多地方 并不过圣诞节 而今天 12月21号 就是另一个很重要的 全世界都很重要的节气 那就是冬至 这个呢 不管各种文化 基本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的 甚至都是庆祝的 那么冬至呢 就标志着冬天的开始 这个冬天季节的开始 冬至呢 就是英文就是South Tice South Tice呢 意思就是Sun Stand Still 就是说太阳 在这一天呢 就是在冬至的前后 这几天 就好像就说 这轨道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或者是变化很小 所以叫做South Tice 那么冬至呢 是刚才说的一年中 白天最短的一天 夜最长的一天 同时我呢 我觉得又是另一种标志 最黑暗的时刻 那么后面呢 就逐渐是变光明了 相当于冬天已经来了 那么春天还会远嘛 给人希望 然后冬至呢 就是太阳离轨道是最远的 就是说太阳在空里显得很低 离地平线很近 他呢就是说在那个北半球呢 冬至一般是12月21号 或者是22号 那么在南半球 小澳大利亚年代 这个冬至呢 一般是6月20号 或者21号 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说 冬至呢 就是白天最短的一天 在冬至呢 咱们就是说 东方人呢 特别中国人 清除的一般都要 吃饺子啊 各方面 那么西方呢 当然的就是说 也是有各种不同的清除的 甚至就是说 因为冬至离圣诞节又很近 实际上就是说 冬至和圣诞 很多就是说 一些装饰啊 一些植物啊 都是跟冬至 也是有关系的 那么 在古代 这个冬至呢 就是说 因为太阳离就很低了 好像就说 消失在地平线 那么这个古代人就感觉啊 太阳消失了 是不是不再回来了 所以就是很担心 那就搞各种 仪式 现在咱们就说 Celebration 一种庆祝 上那时候呢 是一种祈求 祈求太阳回来 那么怎么祈求呢 他们就 用点篝火 可能感觉 勾火 是太阳的兄弟吧 你看 这个火烧起来 和太阳长得像 所以说啊 你兄弟在这地方 你也来吧 也要回来啊 家里 家人谈聚 就有点 勾火 还有就是说 要把这个 一些礼物呢 就是给这个 神的礼物 这个神呢 就是像太阳神的 就是相当于 自己的神 像在原始时代 大家信仰的神呢 就是自然的东西 现在一棵树 一个什么 就是都是可以神的 像老茴树啊 都是可以 敬风未神 所以那时候人 是很敬风自然的 所以就说 先给他们的礼物呢 把这些礼物呢 挂在这个 松树 枝上 就是 来 在这个Southize 冬至 这样 前后 这样来 来庆祝 还有 还有呢 就是把这些 长绿的这些 植物啊 树枝呢 放到家里 因为呢 这个长绿呢 就也是意味着 就是说 永久 Everlasting 因为长绿长绿 就是翻译成中文 也是 长长久久 那么 Evergreen 就是说 绿色的呢 植物呢 长绿的植物呢 也具有很上 很 很 就是说 啊 独特的意义 特别是在冬天 因为 它呢 在其他植物 冬天都落叶的时候 它还是绿的 这个呢 就相当于一种 不朽 在人们看来 是不朽的 Emmority Emmority 就是啊 你看 就是说 它都是这样 一直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说 这些 很多长绿的植物呢 长青树 确实是不朽的 它们寿命是很长的 像那个红三树 红绿一些树 都是上千年 都可以活到上千年 所以这个Evergreen呢 就是说 是一种不朽 所以它们呢 就带回到 放到家里 也是意味着 生命的永存 太阳永在 这是Evergreen 那么就是说 还有 就是说 这个植物呢 就是说 大家就说 在冬至呢 就是说 比较 就是说 在庆祖中用来呢 用它呢 就是幽 幽呢 就是 在这边呢 也是一种很 流行的植物 它的长绿的 幽的这种植物呢 这属于是说 在它是 有的可以长成很大的树 但是很多人呢 把它做成灌木 修剪成 篱笆呀 平平方方平平的呀 或者圆圆的呀 因为它这种 幽呢 很适合修剪 你修剪了以后 它也能 很好的长 那有的就是说 你修剪了以后 它不喜欢你修剪 你修剪了 它以后它长得不好 或者就修剪死了 这幽呢 就是说 喜欢修剪 所以那时候 它一般做那些 就是说 修造型用的 或者说做篱笆 那幽呢 就是说 还有一种特点呢 就是说 它 可以生长在 有太阳的太 富山 哈富山 或者说 阴的地方 它都长得很好 所以就说一种 在这边呢 很普遍的一种 长绿植物 那么 又呢 在这个 植物的里面呢 它就代表一种 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就是代表 就是说 旧年的死亡 就是 the death of last year 那么因为 东智呢 也是 一年中的 结尾了 是吧 所以就说 又 旧的死去了 那并且呢 它也是一种 和旧 新和旧 之间的联系 就connec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因为就是说 相当于就是说 成前起后 就是说这个 又呢 也是有一种 很象征的意义的 另外一种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就是说 冬至的一种植物呢 树 就是oak tree 就是咱们说的橡树 橡树 大家很熟悉 像是我们80年代人 树庭的那首诗 至像树 可能这时候 很多人都是熟悉的 那么就是像树 像树虽然说 它呢 不是常绿的 但是呢 它本身呢 就有一种 独特的意义 就是说 长树 long live 长树 一般的像树呢 可以活150年 到300年 有的甚至400年 所以就是说 像树的代表呢 一种这个意义呢 就是说 protection strength and endurance 就是说 protection 保护 体育 保护 力量 strength and endurance endurance 就是持久 那么在古代 凯尔特文化中 凯尔特呢 就是欧洲一代 在凯尔特文化中呢 凯尔特人呢 在这个 除 不是除夕 冬至前夕呢 他们就把整个一袋 那个 橡树的树干 来烧 一直烧呢 12个小时 来庆祝这个冬至 如果呢 这个树干呢 烧没烧完 他们会保存下来 那么在第二年的冬至 再烧 再烧 那么 这个就烧了 完了 烧完了呢 就意思是说 过去的所有的问题呢 都随着这个 这个树干的燃烧 而灰飞颜面 就像那首歌 Beatle的Yesterday 就是哈 所有的问题 Yesterday Yesterday都是很好的 现在是不好 但是它烧树呢 是 把问题都是 波子问题都烧掉了 那么 新的一切都 新的开始都会很好的 这个橡树 你现在你想要烧一个树干 没有人能烧得起的 一棵好的橡树的树干 或者一棵好的橡树 长到一定年速了 那就值一万多美元 因为这个橡树的树木 木材是很好的 做这个一般的家具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用的 不要用那么多 多种一些橡树 然后去生长去 是吧 就是这个橡树 还有一种 大家可能也很熟悉的 一种植物 香草 香草热的植物 就是Rosemary Rosemary 就是很多人 就是在厨房里面 做鱼 做鱼 做肉 晒干了 或者新鲜的 做这个调料用的 它是一种属于 属于热带的 温热带的植物 就是说 你不能在冬天 在我们 北方 是不能过冬的 这个 但是夏天 你可以种在外面 Rosemary 这个意义 意思呢 就是说 它呢 就是说 也是有一定的意义 就是说 它这个意义是说 Herb of the Sun 就是说 太阳的香草 所以就说 也是跟太阳有关系的 都是把这些吸引太阳的 拿过来 为什么叫做 太阳的香草呢 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种就是 Mistot Mistot 就是说 在圣诞节 大家都知道 在Mistot之下 你如果是两个人碰到了 特别是男女的 你叫Case的 就是Mistot Mistot是一种植物 它实际上就是 是一种真正有这种东西的 是长在这个树叉里面 是这种寄生的 长成球状的 开长的小 结的小白果子 Mistot 那个意思呢 就是Peace and happiness 和平 快乐 高兴 就是 有Mistot 还有一种就是Borch tree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Borch 叫做什么树 我现在就是脑子冻住了 叫Borch 很熟悉的 就是说 这Borch tree的树干 就是说 华树 白华树 树干的 白白的 有的就是说 还有个一种 华树 Borch tree 就是那种叫做 Paper Borch 它那个树干的那个 起皮 白白的 一层一层的 就像那个纸一样 事实上就是说 在以前呢 没有纸的时候 他们也用这个 华树那个树 皮呢 来写字 这个 华树呢 是一种 就是Borch tree呢 是一种很好的 庭面植物 它呢就是说 特别是 这个树干这个颜色 很有奇特的意义 白白白的 在冬天 你看着也是很 很显眼的 夏天也是这样的 那个树干是 就是说 有的植物是看 哇 有的是看叶子 有的是看果子 有的是看吃干 甚至是那个 凤树 也有一种叫 Paper Buck 就是说 凤树 Maple 它那个树干 就是也是起皮 但是是一种红的 那就说 但是Borch tree呢 有时候就说 寿命比较短 也容易生病 找虫子 但是Borch tree呢 在这个冬至呢 它有一种意义 象征呢 就是说 新的开始 就是Borch tree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Holly Holly 大家知道 就是说 有的是长青的 什么叶子 就是绿油油的 带点尖尖的刺一样的 那个叶子尖 还有呢 就是落叶的 就说 这个冬天呢 这果子 它是在秋天结的 小果子 红红的 有着落叶子 以后呢 就是说 它的果子还挂在上面 就说一个树 挂满了红红的小果子 那有的是 就是落叶的 还有就是长青的 不落叶 也结果子 但以后的Holly呢 你想要结果子 一般是要 就是说 male和female 要两颗 要中两颗的 一颗单独的 一个male和female 它不结果子的 Holly的意义 就是说 它在冬至里面 就是说 大家要它呢 就是一种 protection and就是说 protection and good luck 就是说 它就是说 保护和好运 就是说Holly 再一个就是说 冬至这种植物 就是判 就是松树 松树呢 就是意识代表的说 平和 就是说 康福治疗 治愈 还有是 就是 Healing 还有Joy 就是快乐 高兴 你看 Peace Healing Joy 我不知道你们 大家怎么想 我觉得我有这个感觉 每次我看到 这个判 这个松树 特别是 几重 三五颗在一起 或者一片 走到里面 那心情确实 马上就说 放 就是说 很平和起来 你给我感觉到一种自然的烟雾 就是说 雾气一样的生成起来 让你 欣欣宁静 那时候那种松树 松树林 就是并且松树的形状 那感觉就是确实说 烟壳 松核延年那种感觉 就是说松树 也是一种植物 在最后一种就是 艾薇 艾薇 就是说 拔枪虎 就是说 像艾薇呢 也是有一种 它的意义 它的意义是 Menguage Faithfulness Faithfulness 就是说 叫做 Joffer 婚姻 这个 诚信 就是这样的 还有那个 就是说 Healing 也是 也是一种 这种 治愈治疗症 有的 艾薇呢 就说 他在 大家知道 夏天呢 爬满一面墙 如果是你 住在一屋 房子里面 外面都是爬墙 他爬满了 那你正好 你的卧室 一扇 就是说 窗户 一扇窗户 那么 他在窗户的周围 也爬满了 你打开窗户的时候 艾薇 小子里就寻出来 你从那种感觉 一种夏天 清凉的感觉 那就是 很不懂寻常的 所以你就说 这个艾薇呢 在圣诞节的时候呢 很多 就是我们在 做那个花环 虽然说花环很多都是用一些常语的松针啊松脂啊做 但也很多也是要有艾薇放在上面的 还有呢做的咖喱 就是那种花环 有没有那种长的花 花环 长长的 就是艾薇做 就是这样的 他就说 今天是冬至 所以冬至呢 咱们冬至 谈冬至 啊 谈天 谈这个冬至本身谈的少 就是说 庆祖和这种 跟冬至相关的植物呢 啊 就是说 比较多 因为你任何的庆祖 都有伴随着 有不同的东西 啊 就是说 是这样的 啊 好 那今天呢 啊 冬至就谈到这里 大家冬至快乐 然后呢 圣诞也快乐 啊 圣诞快乐 好 Merry Christmas 好 拜拜